我們會教人類有23對懶設體 其中1到22是同源 然後性懶設體就說 大小形狀不一樣X跟Y 它應該不是同源的吧 我們就會說你是20 可能會加23或24號懶設體 X跟Y懶設體看起來就不同圓 按照他們國中學到的同源的定義 就是所謂的同源懶設體 大小形狀相同的 XY不一樣 所以它應該不同圓吧 既然你不同圓 那你會聯會嗎 這個問題 當時同學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先邏輯思考 就回到第一個源頭 為什麼要聯會 同源懶設體在減速分裂時 幹嘛要聯會 其實是為了分開的時候不要分錯 我說聯好了在這 第二隊聯好 我在分開情人配置的時候 第一隊保證要分開 第二隊保證要分開 第三隊保證要分開 如果你的XY沒有聯會 會不會同時被拉到右邊 哇 會不會同時被拉到左邊 哇 那就會產生性染色體分離的時候 分得不均勻 所以聯會是有目的的 聯會是為了解除分裂分離的時候 不會少拿不會多拿 按照這個準則下去 XY跟Y染色體應該要聯會 可是它大小形狀不一樣 又不像同樣染色體 它不同源怎麼聯會呢 糟糕了 遇到這種難題 大家不用擔心 最簡單 查資料 先問維基 那維基就給你一些答案 比如說我查到這個 其實X跟Y染色體上面 會有好幾段 叫做微體染色體區 它其實是性染色體上面 很類似體染色體的一個區域 那等一下再看 甚至還分為八萬八度 還幾個區域 目前有29個等等等等 好這個區域也是XY 還不但可以連繪 不但可以連繪 還可以互換 所以X跟Y染色體不但可以連繪 還可以互換 那我們來看個示意圖 在這個圖就在解釋 性別的演化跟相關的內容 這一段就是我剛剛講的 微體染色體區域 它這個片段 這個序列是同源的 所以如果同學再問我 X跟Y染色體是否同源 我們的回答變得要精準一點 它部分同源 部分序列同源 其他序列不同源 所以同源同不同源 可能已經不是在一個 染色體這樣子的階層 而是這個序列是不是同源的 好像上面這個序列是同源的 不但可連繪 你看是不是沒有交叉 還可以互換 不但可以連繪 還可以互換 但下面的非同源區域 就不可以 因為如果非同源區域 互換就糟了 如果那個性別決定的基因 跑到Y染色體上面 完蛋了 那麼性別就會大亂 類似像這樣的觀念 的想法 甚至這篇文章 如果我們對性別演化 或是性染色演化有興趣 這篇文章 就在討論性染色體的演化過程 其實性染色體 一開始是沒有的 一開始都是體染色體 後來開始出現 一些跟性別有關的基因 然後變越不一樣 出現了性別惡行性 那種感覺 其中這個圖上面 像這是人 你到人這裡了 畫成白色的序列 就是同源序列 所以理論上 那些區域是可以連繪 甚至互換的 但是畫成淺黃昏淺藍的 那就是性別專一的序列 就是有些只有X的這裡有 有些只有Y的這裡有 那些地方就不能連繪 也不能互換 講到這裡 我們畫的都是示意圖 真的X跟淺色體 真的可以連繪嗎 我希望大家看到證據 所以我就開始到處搜尋 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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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邊 當然這一篇期刊 這篇論文 他不是在討論 那個圍體淺色體的部分 不過他拍得當照片 這一條淺色體是Y 這一條淺色體是X 這個區域他寫BAR 就是他們同源序列 連繪了 你看到沒有 我要擦掉 這一端這邊就連繪了 下面就是Y 這是X 所以我們連照片都看到了 會連或也 所以如果有同學 我跟他說會連會啊 因為他有部分序列的同源 我不相信這兩個圍體 長那麼不一樣 怎麼可能連繪 證據 證據 對不對 如果BAR 講那麼多 事實勝於雄辯 所以以上 我們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X跟淺色體 部分同源 可連繪甚至互換 在那些序列 好 以上就是我的這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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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